那这次美日韩峰会到底要怎么样 推动有关国防安全技术领域倡议 建构危机状况 有三国领袖的热线机制 而且以后还要每一年都要开一次会议 每一年都要开一次 杨老师 所以这次开会你觉得 是要搞一个什么 亚洲的小北约 然后以后都真的 互通有无及时连线 美日韩紧紧绑在一起了 还有可能吗 我现在回答 蔡委员刚才指责的 拜登为什么这么不顾 夏威夷的野火 造成上百人的死亡的事件 第一个距离远 那不是媒体 美国的主流媒体 你在台北跟高雄都有差别 不要说从华盛顿到夏威夷了 第二个 那边没几张总统候选人的选票了 也没有多少金主在那边了 但是现在变成媒体的焦点了 他当然就要赶快过去 可是我要提醒另外一个人 他也要去大卫营 而他的父亲在前天去世 那就是尹熙悦 对 他92岁的父亲在 他8月15号 韩国光复节的那一天去世 那接下来他在8月16号 还是不是要去大卫营 以我们中国人的观点 去跟不去都可以嘛 对不对 那我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太太会不会去 可是他在韩国光复节 韩国什么光复节 韩国从日本殖民光复 1945年8月15号 他在那个光复节讲话 过去每一个总统 不管是亲美还是不亲美的 在这天讲话一定是要求 要记住历史 要日本要道歉 结果尹熙悦说 日本是我们韩国安全的伙伴 然后呢 这个日本提供美国的驻军 支持韩国的安全 我差点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而同一天 日本自民党的主要的这些 执政的官员 包含下一个可能会做 日本总这个首相的 叫秋生田光一 都去参拜晋国神社 同一天 他爸爸过去那一天 他在韩国光复节 这样子去称赞日本的那一天 然后呢 参拜晋国神社的那一天 这一切都是为了 这个8月18号 美国时间 亚洲时间19号 的这个大卫营的美日韩 不要小看大卫营 我觉得本日韩看三边会议 我们并不在意 因为已经开了两次 他两次北约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都开了 可是大卫营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会拿他全部的力量 要把大卫营 所建构的一个 机制化 定期化 联盟化 的一个机制 要把它建起来 他还是会采取堆积木了 他不会变成说 我们来签一个三边的军事联盟 不会 美日安保还是美日安保 美韩军事同盟还是美韩军事同盟 但是呢 他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堆积木不是小积木 是大积木堆上来 什么意思呢 以后每年开一次三方的高峰会 以后每年做三方的共同军事演习 以后即时的分享北韩所有的军事情报跟这个弹道飞弹的情资 这都是已经话讲出来的 尹徐越在昨天甚至还讲 以后我们要把我们跟美国所建的和同盟 变成三方的和分享和同盟 这个听了日本会有点怕 因为日本还是这个就是说 这个非核三远者 而且不要忘记 岸田文雄他是广岛的议员 他在广岛办集团地 那有广岛的这样一个核报经验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核问题还是比较回避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是抓到了机会 因为尹徐越非常的亲美亲日 比传统的日本保守的政党人物 还要亲美亲日 那这个人其实没有当兵过你知道吗 他两次演绎 结果第三次他用眼睛的问题 没有当兵 1980年代韩国的男生不当兵 你可以想象他后来要花多大的力量 证明这个人是勇敢的 支持国家安全的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美国就捡到枪 跟小马克思一样 然后呢就赶快的用最高规格的大卫营 要把这整个给定期化 机制化 甚至未来走向一体化 虽然一体化并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这个积木会堆的比较高 但是有些人说这个象征大于实质 初步可能会这个样子 但我们看后续一定会持续的推动 对其实的确这个正逢赴上的 南韩总统乙席越 很坚定的要迈向大卫营去 因为对他来讲 这场会议非常的重要 可是呢这个像北韩的这个反应 这个之前文在寅正逢母丧还会吊咽 那么但是呢这个对于南韩总统隐席越态度可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南韩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他经济的这个困境 我们常常讲所谓的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 南韩的护国神山现在是崩了吗 山崩了吗 因为你光看这个数据 这个三星第二季度的净利润 那么比去年同期暴跌99.3% 好 晶片制造部门连续第二个季度亏损 6月季度运营亏损达4.36兆韩还 那么营收利润惨淡 主要是记忆体晶片市场上需求的下降 而且呢现在我们看到 哇这个南韩现在是确实是如此 可是我们要去对照一下 请导播给我们看下一张 因为我们要比一比看看日本 日本现在在忙些什么呢 日本现在在努力的在推动 推动半导体供应链 而且要跟国际合作 日本的独卖新闻就有一篇报导 日本锁定省 是要跟阿联酋一起来合作 日本的岸田文雄 他其实在7月还特别去访问了一趟 也跟他们谈好了 要强化半导体领域的合作 人家现在是这样拼 但是韩国呢 韩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很大 而且现在韩国连什么 经济方面的这个表现 越来越低迷了 甚至都已经有通货紧缩的担忧 可是赖老师 我们看到南韩现在好像看起来 是装看不见吗 一味的就跟美国紧紧的靠拢 可是日本现在要走自己的路吗 韩国从过去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它是顺差 那后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产品 可以取代了 那看起来后来韩国就开始节节败退了 那现在已经出现的是逆差 而且逆差也一直在持续的扩大 所以韩国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一直在失去了 因为韩国的产品的本身的科技的水平的含量 并不是说是不能超越的 它不像台积电 例如说能够做到五奈米三奈米 现在往两奈米的方向再走 那台积电的科技的含量还是比较稳固 三星没有这么稳固 三星当初在做这个尖端的半导体的时候 就先进制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它本身的良率并不好 牛吹得很大了 就像前段时间说 已经在室温里面发现这个超导体 这个牛一样只会吹牛 现在牛皮吹破了 对 现在吹破了 连自己的半导体业者都说 这个实在是一件可笑荒唐的事 大学教授就是这样来吹牛 那这个是他们的特质 那现在的情况是 当他的先进制程那么又被限制 说不准卖到大陆去 他也配合 而中国大陆在记忆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中心 那么长江存储 这个部分中国大陆自己脱颖而出了 也就是摆脱美国跟日本 还有就是韩国台湾的打压 那长江存储起来了 起来了那当然更不需要韩国了 所以韩国自己本身说 哎呀那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减少 当然减少嘛 因为中国已经不太需要你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看三星本身最能够获利的这一块 当然就丢掉了 可是我觉得日本不能够这样看好 如果说一下子把日本讲得太好 我觉得这个又超过了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半导体这个部分 美国原本就要打压日本 所以使日本的半导体 变成一个活脚的半导体 只能够做原料 只能够做一些设备 但是制程不能做 当初美国就发现 日本的半导体超过美国以后 他们就打日本 日本屈服了 所以现在美国由于为了要打中国 那看起来是放水了 放水了以后 日本就跃跃欲试了 想要做先进制程 先把台积电弄过去 可是不是先进制程 台积电过去的并不是 三奈米 五奈米的 不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 日本已经好像就是说 美国对它的枷锁已经放开了 它可以做制造成为晶片了 所以日本就雄心勃勃 它想要走这个三奈米 两奈米 要找这个资方 找阿拉伯 阿联酋 他们来投资 可是我觉得 没有办法那么乐观 台积电能走到今天 那是一步一脚印 日本你的制程这个部分 拉了那么久了 你跟美国联合都不见得做得出来 你今天说把阿联酋的资金带进来 你就能够做出两奈米 大话不要吹 太阳酋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酋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别的